卢君红台长 我看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看这样吧 有没有号码 好 这样吧 我看 我看这样吧 因为人比较多啊 我看 要么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举手吧 好吧 好 这个穿白衣服的你先讲吧 给他一个话筒 给他一个话筒 讲吧 潘主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第一次参加你的活动 也是半个月前 曾经在网站上看到我们的消息 没法记忆 我刚刚接到我过来 我的问题是 我常做一个梦 什么梦你讲给我听 就是 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但是非常非常漂亮 只有我一个人 你看到云没有 有云 然后我自己觉得 我就是一个像神仙一样的人 但是那里没有一个伙伴很孤独 我不是很开心 就是但是 你当时能够感觉自己像神仙一样 对对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知道在哪里吗 像神仙一样 在天上很孤独 我告诉你 你过去可能是从阿修罗道下来的 所以你一定脾气非常大 因为阿修罗道的人比较好 好动 对不对啊 是的 好 好 下一个 男华东 感恩主台长 请你聊聊 来到美国为你们传播这么好的佛法 我已经开始修了 而且真的得好了 所以我是尊重今天早上从纽约赶来的 我想把我的 怎么说呢 我想把这么好的服务法介绍我 父母从我的身边的重生开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功力太浅 我的父母还不接受 我求 你不是功力太浅 你是没有功力 是 是 是 我没有功力 但是我真的想请主台长 那个 你要记住 妈妈和孩子 很多来到人间都是冤结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冤结以及劝他没有用的 所以很多孩子说 哎呀 我劝妈妈修 妈妈说哎呀 你这小孩子不要搞不要搞 很多 就是这样的 对呀 还有很多的老婆劝老公相信 哎呀 这个老婆说 老头子啊 你相信啊 很明的 你怎么怎么 好了好了 不要给我搞了 你把自己先修修好吗 看你天天冲着我骂我这个样子 你还学过了 所以这就叫缘分不够 缘分不够 你就先不要度他 听得懂吗 你每天给你爸爸妈妈念 欺骗心经 这可以吧 我有念 我有念 哎 这就是水没烧开 啥姑娘 今天我妈妈呢 终于跟我卖出了第一股来到这里了 我求主台讲 老妈妈我加持有妈妈 好 她敢接受这么好的佛 好 你叫你妈妈讲几句话 我一会就叫她相信 你好 老妈妈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我先讲你几个问题 老妈妈你知道你的肠胃很不好 而且你的一生非常辛苦 你知道吗 你为家里付出的是最多的 你的腰现在很差 你的关节也很差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我这么跟你 老妈妈你现在心中还有 挂不挂在心中放不下的 还有两件事情 你想一想 对不对 是 我都讲给你听了 你一定要相信你今天来就是缘分 老妈妈我告诉你 你的左眼睛 你的左面的眼睛 我告诉你 视网膜有问题 所以你的左眼越来越差 而且干还疼 对不对 左眼睛 我好像现在还没有感觉 麻烦 那你很快就会有感觉 我告诉你 你记住我句话 你的左眼睛一定有问题的 我想问你 你现在眼睛干有没有 我十月份约了颜科医生 那妈妈听得懂吗 不生病怎么去约医生啊 我就告诉你你要当心 还有你的手会有点发麻 明白吗 手发麻 还有了妈妈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年轻的时候话太多 如果你把年轻时候说了这么多的话 现在全部加起来念经的话 我看你啊 现在就念得很好 明白吗 你讲的太多 所以呢 很多事情就犯口验 明白吗 还有你的颈椎脖子也不好 我的颈椎不好 好啦 你愿意不愿意 先试试看 就说 又不要你 什么都不需要的 就是念念经 嘴巴里讲 请关心 你再保佑保佑我 让我摸摸摸 能够身体好 可以吗 可以吗 两天都不愿意了 好了 老妈妈没问题了 谢谢 老师队长 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有可能在座的大家 已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以后 有可能去了欧洲 他国家的以后 大家都会有英文名字 因为在国内呢 有那个中文名字 不是来到美国以后 都会像那么有一个英文名字 我念小黄的时候呢 是应该写英文名字 还是中文名字 应该把你的中文名字 和英文名字一起写 谢谢 这解决了我的问题 谢谢 随便给老伯伯 这个老伯伯 把话筒传给那个老伯伯 一直有安排 哦 那就一边一个网 来吧 谢谢你 啊 嗯 嗯 非常感觉 嗯 很客气话就不说了 嗯 哈哈 我有个梦 啊 讲给我 我和大哥是 去年去世了 去世以后 没过几天 做到他了 我想问你 穿着衣服破破烂烂 还是干干净净的 他穿着破破烂烂 哎不要讲了 下面了 嗯 看都不要看就在下面 你看不到下面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说的下面 就是地府 鬼道 你以为他衣服在下面啊 这啥姑娘啊 听得懂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 他一定在下面 而且他的脸一定笑不出来了 他不笑 他说 他说 先生 真的给我 嗯 给我点钱啊 看见了吧 我要钱了吧 我问你 你小房子开始念了没有 啊 小房子开始念了吗 我没有 没有的念 你过去不念的话 你只能烧西薄 他我想问你 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 嗯 是去年 去年的话 他问你要钱 他很可怜 我希望 我希望你最好 最好有好几种方法 现在你因为知道 心灵法文的 你可以念念小房子 那你也可以呢 到庙里呢 找他们 操度也可以 都很好的 各种方法都可以 对 我想问你 操度过之后 你做梦做到过 你大哥没有 我去年年五到千岛去到的庙里 烧纸烧纸 烧完纸以后 我回来又弄点她 她是婆婆蓝蓝 不是 她穿得很整齐了 然后妈妈 那是做过法事了 对 那是好一点了 那是好一点了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 能够 看到 看到她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 你这个大哥啊 走的时候很痛苦 对 我讲都不要讲 而且 我可以告诉你 她里面有点冤枉 是 好了 不能再想下去了 换一个人吧 好的 好好念小房子到门口去换他们药 好 外人 举手的 这个老婆婆 老婆婆 那 话筒给她 是 我妈 对 老婆婆讲 刚刚台长 我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我今天 我做了台长 做作过后 听到你的演讲过后 我有个想法 就是怎么样 用文学 切一个文学作品 把你这些 同样的活法 都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实在那些 没有 结作过这个 佛法的 一些人 才是一些青少年 能够从 年轻的时候去开始 你现在 先要好好自己 要学佛 学法 然后 你才能写出好的东西 现在不要来不及的写 现在写出来的东西 不会好了 台长这个人 不要名 不要利了 我无所谓的 你告诉我 告诉你一句话 你只要好好学佛 老人家把你的身体 先支持好 你能够长寿了 你以后对人家 就做更多的贡献了 好不好 好 就是我希望 你能够把台长 那个指点和加持 慢慢先把台长的那些书 白万佛法先看一看 好不好 我正在读 太好了 老人家 你既然已经讲了 我就讲你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你老人家的肠胃要注意了 你的肠胃很不好 现在我直接的感应 你的肠子里面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我看见有刀口 你一定动过手术 对 是分的呀 我告诉你 我连刀话都看得见 是 老人家我告诉你 你人非常的好 但是你这个人怀才不遇 你知道吗 你别跟我说你是文学家 但是你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 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发挥你的才能 听得懂吗 我怎么样子多年级就可以发挥才能 对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文学是我的父女 啊 那年我已经退休了 没关系 做做父业不要去贪财 我就写写玩玩很开心就可以了 好吧老婆婆 对不是为了钱财 那当然 你这个人要钱也没有人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换一个 啊 那边有一个 啊 试人 啊 给他解释一下 啊 啊 在2008年 我认识了 肌肉症 然后我发生了所有的治疗 是 啊 抗氏 烤氏 抗氏 各种治疗 在2010年 肌肉症发生了我的肌肉 所以 我都没有教育 我没有得到肌肉 所以 我没有得到肌肉 所以 我没有得到肌肉 所以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首先你叫他不要哭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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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的肝 这个细胞啊 这个肝啊 他这个乳腺癌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他的 有打胎的孩子 他打胎 他打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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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得 乳腺癌 但是 他没有念经 他虽然动过手术了 他没有念经 所以 现在 这个孩子 很生气 这个灵性很生气 现在到他的肝脏 实际上到他肝脏 不久 而乳腺癌 是比较长的时间 你现在告诉他 这个灵性经常在他家里 他晚上 在家里 房间里听得到声音的 这个灵性 在你的家 所以 你应该听到 在晚上 他现在问怎么办 他现在问怎么办 怎么办 你再会儿 叫他念 小房子 七十八三六 你需要 摇摇 78 小房子 我们会教你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他现在 他现在 已经 子宫肌瘤了 他现在 已经 子宫肌瘤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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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 好 谢谢 好 来 来 我 吃话 不要开着讲话 癌症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种细胞 而这些细胞在台长看图灯的时候 这些细胞在身体上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癌症 癌症细胞 实际上有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 就像人的体温一样 如果当一个人的体温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了 它就会造成你很多的那种细菌会感染 会出来 那么当你正常的情况下你就不会出来 所以每个人实际上都有癌细胞存在 那么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现在讲给你听 实际上一个人身体上有两种元素 一种元素呢 就是说经常 长期吃荤腥的东西的人 他的身体是酸性体质 那么长期吃素的人 他是碱性体质 那么癌细胞 你应该研究人员 你应该知道 这种癌细胞的生长的土壤 应该是在身体的酸性体质里面 所以当你长期吃荤的人 很容易得癌症癌症 如果你长期吃素的人 生癌症的几率就比较小一点 这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佛菩萨叫我们多吃素 少吃荤的原因 这是所以很多的法师 很多的学婆人都知道 我们要常吃素 那么他一样告诉你 其实癌症并不可怕 癌症来的时候 多的时候实际上不要着急 如果你是一个信佛的人 你可以一边慢慢的治疗 可以一边许愿放生念经 那么这样能够筹得一种心理的平安 让你所有的心灵得到安稳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查到癌细胞 精神崩溃 加速了癌细胞的循环 所以按照中医来讲 人有小周天有大周天 当你大周天小周天都不能运行的时候 你的生长的癌细胞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窄 逼迫它 所以它就会爆发 就是成为一种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所以按照佛法界来讲 就叫业障 所以灵性一点点没有关系 当灵性到了极度多的时候 它的业障就会爆发 爆发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癌变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希望能够提供你的参考 谢谢陆太太 我还有问题 能不能请我展开一下 为青年人讲一下 怎样用佛法改变人生比 因为青年少年的时候 他们的人生改变会有变化 如果他们会懂得佛法的话 您能不能展开一下讲 怎么做他们做得更好 谢谢 当然你这个要求很好 但是展开讲了 他们就问的少了 所以我就展开一分钟吧 好吧 因为这个东西展开可以讲很多 我告诉你们 青年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只要是人 他都有悟性 这个悟性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 当你生出来之后 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懂道理的 就是条件促使你不懂道理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就是要早点让孩子能够懂 大家知道 我们在澳大利亚 很多的父母亲年纪大了 都是送到疗养院去 通到养老院去 实际上到了养老院 老人家就是三百人 等吃等睡等死 没有希望 没有愿望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 我们要懂得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为我们自己 今后将来做的事情 垫垫的基础 就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自己挤不证也能证人 我们自己天天在吵架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就会生忧郁症 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天天吵架 他在学校里没有面子 所以他会生忧郁症 所以我们父母亲如果相敬如宾 大家客客气气 每天做好事做善事 让孩子成长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土壤当中 一个佛菩萨的土壤当中 他的心态一定好 心态决定了命运 当一个小孩子有的美好的心态的时候 这孩子以后大起来一定是个有用之材 如果这孩子从小就心态不好 这孩子大起来一定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 所以希望我们父母亲以身作折 从小就给孩子要多教育 多让他们懂得博法 记住一个小孩子如果能够学佛学法 能够尊重父母亲 孝养父母的孩子 所以博法为什么 孝养本身就是博法的基础 如果这个孩子能够孝顺 有孝心的孩子 他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而且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希望我们多多给孩子 让他们念经学佛 他们只要肯学佛 他们只要肯学佛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孩子一定不会把你赶出门外 来讲吧 卢太长您好 谢谢您到美国来 然后我简单提个问题 刚才您说的 就是说那个 妈妈跟那个儿子可能是前世的父母 以前的有一些例子上面也说 祖母爱了个孙子 后来偷胎给你拿他的妻子 这些问题可是不是六道轮回 像这个轮回和人间法的这个端围 是不是不实用呢 实际上在地图很多事情 因为在地图有 人间也有 在人间很多事情有了 地图也有 台长告诉你们 我曾经 我们电台里有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可能做错一点事情 明天晚上 那么他就到下面去了 到下面去之后呢 台长呢就下去救他 我救他救他的时候呢 我在下面开车 救他 开到一个钢卡的时候 一个大头的 一个管在下面的人大头 戴着一个这种帽子 有点像美国警察这个帽子 然后戴在那里 关卡出去的时候 我拿出一个证件给他 你知道他用什么东西 让我放心的吗 他在我这个卡上啊 拿个东西 刷一刷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Scanary 他就帮我走了 你想想看 人间有的东西为什么都有 大家想想过去 你在很多的博具店 你能买到西装吗 买到大楼吗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不对啊 而现在你去看看 他们什么都有 实际上这就是天上有的 地下一定有 地下有的人间就是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实际上是早就存在这个 宇宙空间的东西 我想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 当年六十年代 大家很多人都是肺结和死的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癌症 这个Cancel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六十年的时候开始的有没有 它一定是有的 对不对 只不过科学家没有发现而已 等到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才知道 原来就是癌症 是 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满意的给你打 现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是清徒他的那个旋律 有时候就是说 说身上有灵性 比如说自己的亲人 在身上或者在哪个地方 后来看王人的时候 这个王人在天上或者地府 那他是一会儿又到人身上了 然后一会儿到地府或者天上去了 这个怎么理解一下我朋友 我想问你好吧 为什么你一会儿在这里 一会儿又回家了呢 为什么你一会儿坐飞机 过一会儿又开车了呢 灵性 什么叫灵性 灵性就会跑的 灵的 会跑的 是灵性 所以都会跑的 他们可以 如果他们在天界 他们可以到人间 但是在地狱里的人 就可能没有自由了 但是在地府的人 可以在人间 可以到处跑 因为他见他的 对了 因为他见他的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到人间来 问他要灾 好 谢谢 啊 你给他画什么 让他先讲 他憋不住了 啊 讲吧 嗯 我是代表 眼睛比较大 你回答 几个问题 我帮你这样 你拿着讲 眼睛大 身体多好 嗯 也就会被那个病 现在他也不想看病 那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 你够多幸福的时候 因为把病减少 这个意味的话 首先 我刚才讲了 讲了很多 就是说病啊 有新生 大家明白吗 很多的病呢 都是心病造成的 想不通 会不会生病啊 很多人 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 让人家生气啊 拍桌子啊 血压高啊 我不开心啊 得病了吧 病怎么来的 病就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啊 要经常想得通 当然了 也有肉体病 和灵性病两种 有些灵性病 就是业障造成的 但是有些呢 是肉体病 你不当心造成的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的胃不好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注意保养 吃东西乱吃 那么现在时间长了 肠胃不好了 这不一定是灵性病 明白了吗 谢谢 他怎样可以更好理由 你要知道 心态要好 要自己一方面 要在人间保养好自己身体 第二 要清心寡欲 寡欲什么 没有欲望 清心什么 把自己的心 放在心安静里面 明白吗 人的毛病 很多病 都是欲望出来的 你有欲望 就难过了 有食欲 拼命的要吃了 你说人的欲望多多 你想想看 比方说在美国 吃一个自助餐 你花了这点钱 你走进去 如果不把你的肠胃塞了 不能动 你不会出来的 那不叫欲望啊 对不对啊 那清心寡欲 看你啊 学学法师们 他们都是清心寡欲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好想啊 来吧 小孩子啊 嗯 就是那个 我有一次做梦 嗯 梦见我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墙壁的灯开的 然后那个我看到一个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人 从窗户外面跳出去 你就是做到这点是不是啊 嗯 小弟我告诉你啊 你看到的一个人 从窗户上跳出去的 就是你的魂 听得懂吗小弟 啊 哦 他听不懂我 听得懂 哦听得懂啊 哇 你连这个就听得懂啊 就是告诉你啊 就是人有一个肉身 还有一个灵魂 因为你的肉身的灵魂分灵 看到你的祖灵 离开你的身体 小朋友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你好好的念经 你以后你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希望你呢 不要怕 如果看到这些东西呢 你就多念念观世音菩萨 如果看到了太多不好的东西 怪怪的啊 或者长得长头发长指甲呢 你以后呢 去跟台长打电话 或者你写封信告诉台长 台长什么时候会把你关掉呢 好不好啊 因为台长看你以后 不单单是做到这个梦 你还看到一些真的东西过 你可以看到一些光 一些圆的球啊 在空气当中走来走去 他丢 他丢啊 小朋友不说话 我告诉你 小孩子啊 我告诉你 你等到他以后看到很多鬼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我的 否则的话 这小孩子影响他学业了 台长去帮他关掉了 台长去帮他关掉了 好吗 好 好 换一个 好 妈妈 好 妈妈 真经的那个罗台长 谢谢你 我想请问那个 三年前我妹妹突然之间 什么北上那个的 初学班 到上海最大的瑞京业系 还没走进去的 过了三天 就去世了 嗯 那么我当时 真的我在上海 我也是二一比一的 就和他们医院医 医生怎么讲的 我感到他们那个治疗呢 争断呢都有问题 嗯 那么那边忘了 嗯 后来我们那个给他做服饰啊 什么都没开胃啊 嗯 好痛苦 我一直做到他的梦 嗯 因为我只是医生啊 是你的是你的谁啊 妹妹 你的妹妹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讲话 我马上去找到他 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看到他了 跟你长得不像 对不对 不是很像的 一般 一般了 头发就跟你梳得不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 你这个妹妹 走的时候还觉得很圆吗 对 很利用啊 很利用啊 我告诉你第二个 他现在 在地府根本没有操作掉 没操作掉 在地府里 还经常到你们家里来 到我家里 嗯 我这个妹妹的家里 对 你家里不是在墙上有声音啊 墙壁上有没有声音啊 晚上 有的是门好像 门啊 那是他进来 在你们家的门 你们家的现在房子台上 都可以告诉你 进了门之后 有一个客厅 对 你知道 他是在客厅的右手边啊 房子这个门 门开出来 这个右手边的这个 不是这个大门的声音峡 是边上那个 右手边那个房间的门的峡 那么 他在那个地方 我想他意料上的冤枉 还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不是医疗上的冤枉 他的命有一个结 他这个结没有过去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他早点念经啊 很多节就过得去了 为什么有的人逃得出来啊 为什么有的人逃不出来啊 难道全部都是命吗 对对对 如果全部都是命的话 那就地下就没有一个叫忘死成了 很多人是冤枉死掉的啊 那么现在该怎么样啊 现在该怎么样 到门口去问吧 哦 他们门口会教你 念念经啊 台湾教你们念的都是大悲咒 心经 礼佛大猜悔门 全是正规的经文 听得懂吗 可以 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 我也是 我一生的大问题 就是我女儿 我女儿呢 你女儿不就是婚姻问题吗 对对对 婚姻是很好的 婚姻很好 假的不要假的 我现在就是 婚姻很好 你少管你女儿的事情 你女儿的婚姻更好 就是你窗户在里面 然后以为你的女婿不好 你少管 不是这个 生理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生理问题也是吵架 长期的忧郁啊 不不不不 你听我讲了 你不要跟我说不 罗伯特台长 在全世界讲了多少场 哪个讲错的 你去看看我的录像 看看我的录像 我今天讲你了 你就好好的接受意见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查出来 如果根据这个情况 现在我直接的感应 表面上看起来是你女儿的问题 实际上你这个女婿 身体上也有问题 听得懂吗 你女儿现在 我现在感觉她是左面的 舒软管堵塞 哦 你看她的意后怎么样 她什么 以后 以后会怎么样 什么 什么叫意后 希望她能是那样 能不能 以后 对 就以后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你女儿曾经跟你这个女婿有过的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台长 我可以告诉你们 真的就是真的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并不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 相信完之后 你们就会更好的学佛 学法念经 这就是我的目的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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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怎么办 那就难办了 你现在好好的念经 修情放生许愿 你一定会解决问题 你的女儿 我告诉你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 叫你女儿跟你女婿 少吵架 他们两个经常个个碰碰的 没有 你不要跟我说 我告诉你 两个人心里 一直有个个哒哒哒 你少参与啊老妈妈 只有爱生福啊 我们不应该参与太多了 好了不能跟你讲很多 参与人 谢谢 台长你好 我 很想 你这个门 一只 没办法入 入这个门 就是奇异问题 你今天不是录来了吗 今天你问什么台长 当场解答给你 讲吧 就是记忆嘛 念经念不起来 什么 哦 记忆不好 念经念不起来 很简单 念不起来 慢慢的念 每天念一点点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关心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这都可以念了吧 可以吧 可以可以 碰到事情了 多念念 消灾吉祥神都可以吧 很短的 好 教肖你的灾 你这个人啊 记忆很长 呵呵呵 不是记忆人 你的思想都不记中了 哈哈哈 也行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啊 你想 你想记忆力好的时候很好 你想记忆力记不住的事情也很长 可以可以 哈哈哈 我告诉你我全看得出来的 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慢慢慢慢的放下自己 因为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有造语 嗯 而且你很有抱负 啊 Avention Avention很厉害 但是你现在呢 要慢慢放下自己 啊 多做一点实事 啊 不要为你的过去 不要去求得 因为有的时候要忘记过去 你老记着过去 你就现在就过得不舒服 你凭得走滑 嗯 所以佛法就讲 要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什么都不要得 你就得了 啊 啊 好不好 好 如队长 啊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 我儿子就婚已经很多年了 十几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小孩 不知是什么原因 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嗯 台长放一个给你听听好吧 本来我今天要放给你们听的 我还没放 台长告诉你们 吧 八月底 台长在马来西亚开法会 当时有个伙友抽到号码 让台长看出他 他求子求了十多年 通过各种方法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 看过各种医生 就是没孩子 结果台长教他一套方法 并当场告诉他 以坚持念经 三个月肯定能怀孕 后来真的就三个月怀孕了 让我妈妈给你当场听听 教给他们大家听听 好 那我带问一下 我来讲你好 这样的 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您跟我看过厨头 我是75年的父 跟我说是 三个月之后 可以回应了 现在这么按照您的方法 我反应了三个月 从我们两边的电话里 哦 这是你是吗 对对对 太好了 他跟马来西亚说 你三个月可以怀孕 你看你真的怀孕了吗 对对对 我来马中视频写的邮件 对对 你真的 在外向能不能 我把经理关掉了 我听啊 昨天经理表明讲的 笔梁经理 可以关掉 你可是这个机会啊 明白吗 好 好了 没问题 你才找 现在你听到了没有 还想说这三个月十几年不怀孕的 我说你照着我这个方法 三个月就算怀孕 对 人家怀孕 你听到了没有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 你就好好照着我方法做就好了 念音至续炎 还是我儿子念 你要念 儿子要相信 媳妇也要相信 两个都相信 三个一起念 最好 我念什么经呢 你念啊 我怎么慢慢跟你讲 要很多经呢 小房子也要念 大悲咒每天要念 二十一遍 心经要念四十九遍 小哉即强神咒要念四十九遍 还要念礼佛大唱会们 每天念三遍 没办了吗 没办了 那个四十九遍 好了 妈妈待会到门口 他们会告诉你的 好吗 我叫他们把这个 这个专门有一个饭碗 告诉你就是怀孕的 好吗 还要放生老妈妈 要放两千条鱼啊 老妈妈放两千条鱼啊 你没有什么钱我知道 但是你的 你的那个孩子 有点钱藏起来 不大肯给你用的 你是还债的 所以你一直帮他们 再做到现在 老妈妈他们懂了吗 太对了 好了 下一张 好 来 家里 尊敬的卢太长你好 我是从纽约大学教育系来的 哇 从纽约赶过来的 对对对 今天刚刚赶过来 是这样 就是说我是从怀孕的时候就知道您的法门 也一直休息 但是呢 休息的话休得不好 那么最后发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的一个叔父在国内去世了 当时呢 因为我学习也比较忙 我是教育系的 因为小孩 我就到庙里去给他立了一个牌位 然后最后一天我不太懂 我就带小孩去了 然后后来我听庙里师父说 那里有上千人的牌位 回来过小孩晚上就哭 我们我梦到了灵性说的要念六章 我们我和我的室友 我们总共念了超过六章 但是现在小孩呢 基本好了还是 你们大家学过 学过台长心理好 我们都告诉他六章够不够啊 差得远了啊 小姑娘啊 六章怎么够啊 六百章啊 他需要六百章 他是谁呢 你说的 刚才跑上来就告诉我 他是谁了 明白了吧 还是谁啊 还不知道啊 而且我小孩 能不能把他天眼给关了 他晚上真的害怕 而且他看见了是吧 他晚上头一两天晚上 那你跟我们秘书座联系一下 要专门见见台长了 观天眼 这个这个这个也有 最好最好也是 台长因为不能睡觉 对面帮你关的 我也要问问菩萨 因为这个孩子如果是天上的菩萨 下来也是来救人的呢 给他看了呢 对不对啊 但是有一些呢 就身上有灵性 小鬼逃出来的 他也会看得见了 明白吗 那台长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小孩 我想问你 这孩子是破菩萨还是顺产啊 顺产 顺产啊 都有一定是菩萨 菩萨一般都是 很多都是破菩萨出版的 我当时是正通了36个小时 差一点就破菩萨 那你的意思就差点是菩萨 就是说差点就是菩萨 你就是看我的意思 但是当时是求了关系 菩萨什么 是啊 是啊 没有关系的 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这个孩子慢慢的 你要给他 要给他好好的念小房子 你至少给他念八百张小房子 他自己慢慢会看不见的 八百张 好吗 那那个药经者是 药经者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男的 我的叔父 OK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过去告诉过你们件事情 一个小孩子懂的 就是说妈妈要过世之前 叫一个孩子 只有十七八岁 这小孩子说 你不停地给妈妈搓脚底心 因为知道魂魄从脚下走掉了 实际上就一不停地叫他搓 搓了之后呢 就让他妈妈一直掉在那里不死 就小孩子就整天搓啊搓 他妈妈真的掉在那里 结果 结果过一会儿 结果过一会儿 突然之间还是走了 拉不住嘛 结果刚刚一走 那小孩子跳起来了 啊我是你们妈妈 我是你们妈妈 一下子 因为他妈妈的魂啊 就突然之间上了小孩子 这种事情不能做的 实际上人 哪个地方最后冷热 都可以看得见的 如果头上最后热的话 最后冷掉的话 那是上天啊 如果在胸部这个地方 最后冷掉的话 那是头冷了 如果下面这个肚子小部下面 最后冷的话 那这个人是头猝什么 如果脚底最后冷的话 那个人是下去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好好的给他念 然后给他好好地念经 我可以告诉你 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 你先求观世音菩萨 看看菩萨会不会给你一些指示 好吗 因为 你不要紧张 他现在晚上哭是不是啊 他说他看见很多东西吗 头两天晚上很厉害 现在呢对晚上还是睡得不太好 你晚上每天睡觉之前 给他念欺骗大悲动 欺骗大悲动 然后小房子 这位小房子念 念到八百张的时候 他什么都看不见 好了解决了 好了解决了 真的解决了 没多少时间了 来讲吧 小孩子啊 小孩子 小孩子 你好 我女儿他晚上每天睡觉的时候 都会有浑身痒 然后 这讲这不要讲了 像这种浑身痒的话 你们家族里面一定有杀验 你们家里有没有长辈开过饭店 钓过鱼 鼓掌 鼓掌 我告诉你 这就是杀验 白是杀验的话 全部让后代 孩子会身上是肠皮肤病的 而且烧痒 我教你个方法就很简单 每天念四十九遍 往生做 大悲动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七遍 然后念礼佛大餐毁文 每天五遍 听得懂吗 然后小房子一起念 念四十九章 然后每天拿 关心葡萄的 就是大杯水 拿棉花给他身上擦 哎 这个东西对台长来讲 太小了 好啦 还有什么问题 什么 这里这里讲吧 我儿子 都是小孩问题 所以我告诉你们 都是小孩问题 我儿子他几个月就 发生 孩子发生有癫肩 现在 有癫肩是吧 我告诉你 有癫肩一定有灵性在他身上 他不但有癫肩 他还会有些自闭 有自闭症 有一点前妻的自闭 不大愿意接触人 但是呢 在家里玩得很开心 不大愿意讲话 他现在活跃很多 他现在 他其实喜欢跟 任何人交往 我告诉你 他愿意跟人家交往 但是他身 这不是他跟人家交往 是他身上的灵性 跟人家交往 这种事情 才能看得多了 那他 垫肩的时候实际上 就是把他拉下去 听得懂吗 我可以告诉你 不好的 癫肩一次 就折瘦 几年 他有多长寿命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小孩子 你去叫人家算生命 就知道了 从小生出来 命不长的 啊 命不长 但是也不会短 从现在这么小来讲 那还有几十年的 但是从正常的人的角度上来讲 他命不是太长 听得懂吗 但是我一般不会告诉你的 告诉你之后 进入你的八十田中 进入他的意识当中 他 你就知道 这小孩子 我的小孩子到三十几岁死了 到四十几岁死了 就天天担心 天天担心 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死 听得懂吗 所以不要去讲 就好好给他念经 学博 好好的给他造小房子 你看看他会不会好 听得懂吗 我还想有问题 因为我离婚了 我还会再婚吗 我告诉你好好改改 你自己身上的毛病 听得懂吗 你这个离婚 你也有很大的问题 没妈妈 很多人不知道改自己 永远改人家 所以有一个女的离了三次婚 都三个都不好 为什么 都是人家男的不好 是她好 就是要懂得改变自己 才能让别人变好 听得懂了吧 哪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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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不要太厉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你主要是犯口验 你用不着的 自己身上的毛病 你不知道的 你脸上找个东西 人家看得出 你自己看不出来的 明白了吧 因为你总觉得不学婆的人 总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只有学婆的人 老觉得自己是做错的 明白了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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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Hospice做过义工 我每一个星期去的时候 就是 就会有人去死掉 然后我就 你到哪里做义工啊 Hospice Hembridge的Hospice做义工 有点像Nothing Home之类的 对 就是他们每一个星期就是 回去的时候 人就会死的 但是 当他们死了 就是死了之后啊 我去了 非常非常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他们在身边 那种感觉 不是在身边 是真的在身边 是 因为他们死掉之后 你对他们很好 跟他们感情很深 他们会回来看你的 你要记住 任何一个人 当你想起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你突然之间感觉 某某过世的人 哎呀我很想他时候 不是你想他是他来了 所以你才会想起他来的 听得懂吗 对 打出面吗 我现在 你有一共有几个人想你啊 我现在到了一个 我就是 哎你别给我看了 拍死了 不是啊我拍了天的 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就不知道 我还要回去 那你说那个做另一共 你啊要记住 你自己能量不足 你的阴气很重的时候 我却得暂停 啊 好事情可以做 但是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 还是先保护好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你怎么样能够救助众生 你是一个木翻船 你把人家都救到你的船上 人太多了 这船就翻掉了 你听得懂啊 就是我拍照片的时候啊 然后有四个光环 在这个页里头 有四个光环 要记住不是光环 在鱼那里的都不是光环 那个环 实际上台长看到的这种光环 我只要往里面一看 我就看到人了 看到鬼了 看到菩萨了 他们来的都是这样看到了 你还要送到我面前 我就不叫卢台长 叫驴台长了 那我想问一下 我的前途 因为他是五一年的处 他落室了 明天来明天到波斯顿 那个那个在什么地方 你到这个地方明天来 我明天当场给你看图层 好吗 今天不看图层了 好吗 好了好了 谢谢大家 台长告诉大家 我告诉你们 大家今天跟台长都非常有缘 而且你们今天没看见 关斯丁菩萨来了 释迦摩尼佛也来了 还有我们的寂宫菩萨今天也到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大家好好的学博修青 我告诉你们 真的事情就是真的 而且很多人真的是很有活源 现在天灾人祸 我们怎么样避开 就是好好的先把自己的心修好 让自己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 不要等着病痛再到西方极乐世界 最聪明的人是现在就好了 以后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连现在都痛苦的不得了 业障缠身 以后怎么去见 博弥陀佛 怎么去见 关斯丁菩萨 怎么去见 释迦摩尼佛 所以希望大家 人间佛先成 所以有句话叫 人成即佛成 台长 很愿意跟你们交好朋友 我今天认识你们了 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问题 尽管跟我们秘书处谈 台长有时间 我就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246台长都有时间 打电话都能打通的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台长不希望看到你们身体不好 我希望看到你们身体好 家庭好 每个人都好 我希望你们真正的好 我们这批来自西方的朋友 他们也有心灵法门的共修组 他们也是一些大医生大专家 我告诉你们 心灵法门 就是关斯丁菩萨的法门 所有的学博都是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佛缘 我们好好的学博做人 在人间就成为关斯丁菩萨的牵手牵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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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